2023台北城市路跑赛是一场台北市政府和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指导 由中华民国文化休闲运动协会和中华民国路跑协会主办的盛大体育活动 这场赛事计划于2023年9月10日星期日举行 赛事的点位于台北市总统府前广场 这场赛事得到多家赞助单位的大力支持 赛事除了提供健康运动的机会外 还有机会抽中家电和其他奖品 台北城市路跑赛是一个适合跑者和家庭参与的盛会 将在台北市最具象征性的凯道上举行 让参赛者欣赏城市的美丽风景 同时享受健康的运动 台北城市路跑赛又称Panasonic台北城市路跑赛 台北市举办的城市路跑赛事 首次创办于2011年 起初这个赛事的原名是台湾金工城市路跑赛 由SEIKO台湾金工与中华民国路跑协会合办 旨在庆祝SEIKO品牌的130周年 然而受到2019 新冠状疫情影响该赛事停办了数届 2022年台北城市路跑赛复办并由 日系家电品牌Panasonic冠名赞助 赛事延续了其城市路跑的传统 吸引了近7000名跑者 参与并在台北市总统府前举行 这个活动提供了12.5公里和3公里两个 不同长度的赛道让不同程度的跑者参加 台北城市路跑赛已成为台湾一年一度的重要 运动盛事吸引国内外跑者参与 并以其壮观的赛道和具有挑战性的比赛而闻名 赛事的副办和改由Panasonic冠名赞助 为台北城市路跑赛注入新的活力 使其成为台湾城市跑步界的亮点之一 参加路跑有许多益处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 还有社交和心理层面的优点 路跑是一种有氧运动能够增强心脏和 肺部功能提高新陈代谢帮助控制体重 减少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如心脏病、糖尿病和高血压 跑步可以强化下肢的肌肉 特别是小腿、大腿和臀部 它有助于改善体肢和平衡 运动有助于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 提升情绪健康 跑步也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减轻失眠问题 定期运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减少生病的风险并缩短病程 参加路跑赛事提供了一个社交平台 使您能够与其他跑者建立友谊 参与社群活动、分享跑步经验 完成一场路跑赛事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有助于提升自信心 您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速度和耐力 参加路跑赛事可以给予您明确的健康目标 激发动力、提高纪律 使您更有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果选择在户外跑步 您可以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呼吸新鲜空气 有助于放松身心 许多路跑赛事与慈善组织合作 您可以透过跑步 来支持一个有意义的事业 完成一场路跑赛事后 您会感到极大的成就感 这种感觉可以激励 您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 还能提升心理和社交层面的福祉 无论您是业余跑者 还是专业运动员路跑 都可以成为充实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 如果觉得这次介绍的还不错 希望您能点个赞 感谢您对本频道的支持 这一集影片非常精彩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千万别错过哦 台北城市路跑赛 有两个组别 分别为12.5公里组 与3公里组 每个组别都有自己的特点 和挑战让跑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能力和目标 选择参加的组别 路线以12.5公里组为立起点 位于凯达格兰大道的淮宁街路口 从那里出发 参赛者将穿越台北市的多个区域 选手将严助人爱路 一到二段前进 然后左转进入金山南路一段 接下来 他们将挑战上新生高架桥 南往北路段 折返点 位于新生高架中山北路五段的入口端 但不越过通河街口 经过建坛活动中心前 赛事将继续在新生高架 中山北路五段的北往南路段 再次进入金山南路一段 最终回到人爱路一到二段 最后选手将严助凯达格兰大道前进 抵达终点 终点位于台北宾馆侧门 这条赛道不仅让 参赛者体验到台北市的多样性和风景 还提供了一个挑战自己极限的机会 以及在城市环境中 享受运动的乐趣 无论是专业选手 还是业余跑者都可以 在这场赛事中 找到自己的满足感 台北城市路跑赛的赛道 穿越了台北市的多个区域 沿途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点和地标 以下是一些沿途的景点介绍 凯达格兰大道起点和终点 赛道的起点位于 凯达格兰大道位于台北市中正区 全线连接总统府与警服门之间 这条道路的历史名称包括东门街和借寿路 但于1996年3月21日 正式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 名称的来源来自台湾原住民凯达格兰族 以纪念和尊重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 凯达格兰大道成为台北市的主要道路之一 它贯穿市中心 经过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历史古迹 这条大道在台北市的交通中 具有重要地位 并且经常举办大型集会和游行活动 以表达各种重要议题和诉求 仁爱路一到二段 这条路段位于台北市中心 沿途有众多 国际知名的购物区 如信义区的百货公司和台北101 它不仅是市民的日常通勤路线 还是游客 探索台北市的经典之一 金山南路一段 选手将转入这条道路穿越台北市的 商业区路上有许多咖啡店和餐厅 是休闲漫游的好地方 北端连接巴德路和金山北路南端 连接信义路河 金山南路二段这一段的交通流向 是南北向 金山南路一段 途经台北市中正区 靠近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并且往北 可连接新生高架道路和新生北路 这段路的沿线 有多家商业机构和学术机构 时期成为城市生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区域 新生高架桥 这座高架桥提供了壮观的城市全景 选手在跑步时 可以欣赏到台北市区的美景 新生高架桥 是台北市快速道路网络的一部分 对于城市的经济和生活 有着重要的影响 也是台北市交通的重要组成 剑坛活动中心 赛道经过这个活动中心 这是一个提供 休闲和文化活动的场所附近 有树木枉域的公园 剑坛活动中心 是一个多功能的场所 为青年活动和会议 提供了便捷的场地 当天一大早 光是五点不到 就有跑者陆陆续续来到会场 有的去办理祭物 有些就地热身 会场中除了有主办单位的帐篷外 还有几个赞助商的摊位 当然规模最大的 被Panasonic莫属了 另外一处 还有整排的各团体的休息区 有一些跑团 也集合起来拍照 过了五点活动主持人登场 介绍了各级长官 还有活动的赞助商后 接着 由辣辣队带着所有的跑者 做热身操 到了起跑的时刻 所有人就蜂拥而上 经过警服门后救 进入了仁爱路 往前跑一段路后 就左转进金山南路 然后没多久 就跑上新生高架桥路上 有设置补给站根 流动厕所 供跑者使用程度上 的确有给跑者支柱 在高架的路段 大致上算是平顺沿途 还可以看到一些 明显的建筑 比如三创生活园区 花博公园 圆山饭店 还有建坛青年活动中心 不过 到了新生高架桥的尾端 就有一些高低起伏 多少考验跑者的应变能力 下了高架桥后 就随机折返沿住 原路跑回 位在总统府前的终点线 后半段 有一些跑者体力不支 就慢了下来 有部分跑者 还是坚持下来 维持着速度 下了高架桥 进入金山南路 就是冲刺的时候 因为离中 点大约只剩两公里 接近警服门 就是分出胜负的时刻 有跑者直接放手一搏 冲过终点线 完成这次的路跑 参赛者 在比赛结束后 可以领取精美的纪念奖牌 和完赛里 这些礼品 将成为他们难忘的回忆 会场还有一些活动在进行 有赞助商在发送饮料 跟洗衣精并由厂商提供 免费体验和赠品 活动舞台还有演唱 以及各种表演活动 让整个现场 充满了欢乐和活力 至于Panasonic的帐篷 还有设置闯关的活动 完成后 还可以抽精美的小礼物 会场还有设置一些造型 给跑者们拍照留念 后来就进入抽奖的活动 主要是赞助商提供的奖品 当然最受瞩的最大奖项 2024东京马拉松的参赛资格 包含来回机票 住宿 听说不少跑者 为了这个来参加活动 会场也设有休息区 和洗手间等设施 方便参赛者 进行身心休息和整理 更重要的是 现场充满着社交的机会 让人们可以享受运动健康 和社交的快乐 台北城市路跑赛 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挑战的活动 不仅是 一场运动比赛 也是一个让人们团结 享受健康生活 每位参赛者 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找到归属感 共同庆祝运动的快乐和成就 并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 创造难忘的回忆 本次的介绍到这里结束 若有任何的心得与想法 欢迎在留言区回复 如果喜欢这则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铃铛 以确保您能及时收到 最新的影片讯息 您的肯定 是我创作的最佳动力 希望您观看后 有满满的收获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会